那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遮罩图层 所以呢我现在这个立方体 我还是把它改成一个球好了 我按Shift A 然后放一个UV Sphere 接下来我再按Shift A 但是呢我不要放 我只要放一个可以把它遮的东西 我放Torus 就是甜点圈 那我把这个Torus呢给放大一点 OK 放大之后呢觉得这样可能不会很清楚 我把它压扁一点这样就好 这样等一下稍微让它有遮到的效果就好 好这样有遮到的效果 好那我两个都做平滑化 所以我这边按Smooth 这边也按Smooth 好这样子就有遮到 好这样子就有遮到 那一样我把这个颜色稍微设一下 好 好 顏色 在Material这里 那我们就设一样红色就好 好红色球 好那这个我就设另外一个颜色 好蓝色的 好蓝色的 好蓝色怪怪的 绿色好绿色好一点 好色绿色的甜甜圈 好那接下来的我们就要做刚刚的动作 就是我转到这个成像的图层 成像的这边 选择这个layer 好那这时候 那这时候因为我所有的物件目前都在这一个 所以我把它移动一下 好那为了对照 所以我把这个球 球呢我移动到第二层 那甜甜圈呢我移动到它的下面这一层 这样比较好记 好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点 对不对 这个是灯光相机 这个是球 这个是甜甜圈 OK 好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开始来设它刚刚所设的那种图层 我们稍微点选一下看一下 我如果按shift这样子 只看到球对不对 按这个呢就连甜甜圈一起看到 那如果把这个取消 就是只按这个跟这个 那它就只有甜甜圈 所以目前的配置是这个样子 相机 OK 球 甜甜圈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设这个图层了 所以我加一个图层 那第一层呢 我们就叫做 BowLayer 但是这个BowLayer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BowLayer 如果我今天呢 这样子设 因为 目前的话 我们的thing是选择 这一层 这不是我们要的 BowLayer 应该是这一层 那这里是 那这个BowLayer 是它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Layer里面要呈现的图层 目前是全选 全选的话 就是所有都会选 起来 那我稍微呈现一下 还有这个 我这个选下去的话 就是会连相机都跑出来 相机跑出来 如果这个不选 如果这个不选的话呢 OK 只选这个的话 就只有相机 只选这个就没有相机 但是有球 两个都选 才会有相机 又有球 那所以我的BowLayer 应该是设这个 有相机又有球的 所以我把它 按这个 然后按住shift 把这个 有球又有相机的图层选 好 接下来呢 第二层这个呢 叫torus layer 因为我们是放甜甜圈 好 torus layer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是做有相机 有球 我们是做有相机 有甜甜圈的 所以我应该要选 这一个 和这一个 OK 好 这样子我按F12的话 你会看到 OK 这是甜甜圈的层 好 那 这个呢 按F12 OK 它应该是球的层 但是 我没看到是因为我这里设错了 这里应该设上面才对 再按F12 这样子选了 球的一层 没选相机 所以就很黑 所以要按shift 这样就有球了 OK 好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球的层跟甜甜圈的层 OK 我们都设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 球的层 这个是甜甜圈的层 这个是甜甜圈的层 欸 不过 这里有个问题 当我 球的层 这个没问题 甜甜圈的层 这个thing呢 因为这是目前看到的 OK 那应该 OK 这是目前 看到的 所以 如果我这个 圈 选起来 OK 这样子呢 好 它这样还是会只看到甜甜圈 因为我的tores layer 只有这两个 OK 那我的ball layer呢 这样 它也会只看到球 应该是 那我这三个都选起来 才会就是说 我成像的时候 不会觉得突然少掉一个东西 好 好 那OK 这样子我两个层设好了 设好之后 我们就一样 要去 那个 compositing 这一个 这一个 合成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做模糊效果 所以就 就要到合成的这个地方来 那我用use node 这时候 我需要两个输入 所以我把它 复制一份 那这个呢 就是甜甜圈的层 这个是球的层 那这时候我再加 Shift A 加一个layer 我们要加的是 alpha over alpha over 看一下 alpha over 在哪里 alpha over 在color里面 alpha over 是把两个 两个不同的场景 直接叠起来 所以我这样叠起来 那 请注意它下面的这个是前景 上面的是背景 所以它这样设是对的 那 我的前景呢 拉进来 前景拉进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 OK 现在有甜甜圈 有球了 那 按F12 那你会看到 OK 它跑出来 但是 我觉得我的球好像有点大 OK 有看得出来说 怪怪的 那 OK 球确实要大一点 不然看不出来 你看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呢 它这个球下面呢 却 却跑出来了 那 为了让它更明显一点 我稍微回去调整一下场景 好 调整一下场景 让这个球呢 呃 遮的地方多一点 所以 所以 我 调整一下 让这个球 呃 甜甜圈上来一点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 会 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 球跟那个 跌合的情况 会更严重一点 OK 这样子就很明显 好 那 现在很明显 它的 球跟那个 甜甜圈的叠合情况 是怪怪的 OK 那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想再去做 像什么 暂时不做发光之类的 那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做法是 用遮罩涂层 所以我回去 回去 Default这边 好 我们在这里呢 用遮罩涂层 怎么遮呢 我在球的这一层里面 现在这个是全选的 诶 全部没选 那 全部没选 所以就没有遮罩 那 所以我现在再选 选一下 好 选一下我 遮罩涂层应该怎么设呢 我想想看 OK 呃 刚刚我们是在球这一层 我们希望用torus把它遮了 那torus是在下面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是用这一层来做遮罩才对 OK 那所以当我的ball layer 那所以当我的ball layer 用torus layer去做遮罩 应该说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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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torus 有甜甜圈的那个层去做它的遮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 OK 这样就对了 好 这样就对了 看起来 只是它旁边还是有一点 毛毛的 好 那这个毛毛的 等一下解决 好 我们先去做 先去做那个 呃 就是 就是 让它模糊 我们让球模糊 所以呢 我这边 稍微移动一下 好 那我让球模糊 所以我要加一个 加一个模糊的 的功能 那 模糊的功能 blur 这个 应该是在这里 filter里面有个blur 好 我放进来 那 一般来讲 它们都会用高湿 快速高湿的blur 那在这里 我就可以加一点 呃 让它 有一点 有点速度的感觉 我想加y 啦 因为y是上下 让它上下有速度的感觉 左右 我想 这次我不要加 那 那这样子 上下有点速度 看 看不太出来 哦 我加10 好 ok 上下有点速度的感觉 实在是太小了 还是 再大一点 ok 这样速度感就很大了 那会不会太大 就暂时不管它 ok 所以现在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ok 你看到 这里我怎么会有一条 我不知道 怪怪的 好 可能没有full sample吧 好 那这样子 它就有速度的感觉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这里 你会觉得这个甜甜圈不清楚 对 甜甜圈不清楚 那甜甜圈不清楚的原因呢 是 那个 图层这边的sky 这边 这个sky 如果我们背景设sky 那甜甜圈的这个ball layer 就不应该再设sky ok 这样甜甜圈就清楚了 ok 所以我只要把这边的ball layer的sky 勾掉 不要重复去跑那个sky的那个 变成两层叠在一起 就可以 好 现在呢 如果我故意做很模糊啦 那 没关系 我们 刻意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动画嘛 所以 我跑到那个 跑到那个 回到原来的这里 那我要做动画 我先把这个球呢 拉起来 往上拉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再上一点 好 那我们就插入影格 插入影格 我按i 按i呢 按location location就可以了 其实我插入location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样子插进去 好 那到 到 20格的时候 我把它往下拉 这个应该是z吧 好 z走 20格到 这里 好了 那 等一下 20格到这里 怪怪的 20格再上来一点 因为 好 我先回去 好 20格 掉太快 因为 重力加速度 应该是 一开始掉的慢 后来才掉的快 所以 我们一开始 让它掉的慢一点 好 所以 g z 20格 就只掉到这里 好了 那 到了 40格 再掉快一点 所以在这边 20格我按i 再按location 那接下来到 40格的地方呢 我再让它直接整个掉下去 40格 gz 好 这里 还没遮到 还没遮到 所以我让它再掉更下去一点 好了 好 40格掉到这里 好 我就再按i location 好 那 到了 60格的部分呢 我们再让它弹回来 好 所以呢 60格 gz 好 它回来这里 location 好 那到了80格 要做那么多格吗 好 做到这里就好了 我们做60格 不然跑很久 好 60格 好 那 现在呢 就总共有60格 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稍微合成一下 好了 我合成的时候 目前就直接用png的档案 来合成 按animation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资料夹 C槽的tmp 的资料夹 这个好像有上礼拜的东西 稍等 我先把上礼拜的东西清掉 否则会看不清楚 好 上礼拜的东西清掉 那我们就开始来跑 那看看它跑出什么样子 哇 这边根本就没照到球 欸 这个相机的位置 调的不太好 所以 一直在 重调一下好了 像 我们没有用相机的位置去调 直接用那个 那个位置去调 所以 看成这样 怪怪的 那我改成用相机的视角去看一下 OK 那 在这里是有了 但是这里是没有 但是这里是没有 这里是没有 所以呢 我得把相机拉远一点点 否则看不到球 那我把相机拉远一点点 好 我先选择相机 选这台相机 好 选这台相机之后呢 那我们选它的object 好 那 一个办法是把相机拉远 一个是调整它的焦距 那我们调整一下焦距 好 看看 啊 相机的 相机的 诶 相机的焦距在哪里 是在edit 好像是在edit 好 focus lens 在这里 35 其实我不太清楚 相机的焦距 调远和调近 到底是 会怎么样 我们稍微来设一下 我们稍微来设一下 25的话呢 OK 好一点了 那 就 20 好 20这样好一点 所以我用这个 20的焦距来做 好 那我让它跑 我先把它存档一下好了 避免待会不见 那 所以我 到 到 到这个上一层 到这个上一层 那 我们存 一个档 球 跳跳球 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跑图 好 好 刚刚那个可能又要先删一下 好 删除 这个布幕 不要上上下下 因为太重了 OK 我怕马达会坏掉 所以我们都把它板下来就好 OK 好 那我发现还有个问题 我只有一盏灯 这个灯光看起来很怪 好 所以 呃 一个办法是 我们 到 世界的这边 好 把环境光给打开 好 这样子应该会好一点 环境光 1.0不知道会不会太亮 看一下 哇 真的太亮了 好 所以环境光不要射到1.0 射0.5就好 呃 0.5 应该可以啦 那我觉得再按一点会更好 所以就射0.3就好 好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就这样 那我让它跑一下 一样先 再把刚刚的删掉 好 OK 所以你有看到球 有稍微一直掉下来 一直掉下来 好 那事实上呢 其实如果你要做坦跳球的话 你应该去做把球压扁的动作 好 我们没做压扁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下去又上来 下去又上来 有一个感觉是磁力的作用 不是 不是地板的作用 好 那稍微看一下 这个结果 OK 这样子我觉得没有问题了 我就直接 跑成影片 好 好 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那我就把这边调整一下 好 调整一下 变成AVI Attack 好 然后呢 就开始跑影片 好 那 各位就可以先去 重复一下 刚刚 好 看你要做什么 要有一个东西遮到另一个东西 然后你把那个 那个 会动的那个东西 做一点模糊化 然后去做一个小动画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作业 好 就是 用涂层的方式做遮罩涂层 OK 你一定要做到遮罩涂层 至于做什么 随便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请各位就开始 开始动作 那我们在社团上面呢 就把这一题 作业 给建起来 那等一下各位做好 就传上来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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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做页处上去 我有把刚刚的那个示范网址贴上去 所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就再看一下人家的示范 那等一下我的录影完成 我也会把它穿上去